在日本創下多個紀錄的怪物彈珠 在今年漫薄 將對玩家們最關心的更新進度 進行了說明 更強調接下來會直追日本 而經過兩三個月的準備 果然說到做到 已經不是用趕火車來形容 根本就是趕火箭啦 趕快一起來看看 目前追上的進度 和未來的進度總整理吧 X-FLAG可以說是 真正有聽進玩家的心聲 自十月以來狂追進度 獸神話 暴絕 超絕靈 可以說是通通都出來了 馬上來快速複習一下 台版更新了什麼吧 純遊戲第一難度的暴絕系列 也在日前更新到墓鼠的香巴拉 墓豹的打法 除了必有反傷貫通角外 最重要的就是吃劍加工 所以持續把會掉劍的鳥鳥打掉 正確的攻略順序是最重要的 而日本目前則是五系均出 就以地點為名暴絕 光屬伊甸 可以說是最難的暴絕之一 而最後一個暗屬則是黃泉 小心不要和伊邪娜沒搞錯囉 林氏也將在11月13日 開放水皇子林氏 一樣插光和暗的進度 最受玩家期待的瘦身化 也更新到了短腿奧丁 和五感哈梅爾 日版確定還有拉 龍馬 軸絲 米迦爾 安基神 水灰 撒旦 妖皇 光天 白雪 即日版剛公布的奇葛飛 其他部分日本除了轉蛋 還有風神榜 傳說舞劇 戰國風雲3等約十來個系列 另外還開放了動畫中的 鬥神水多姆 火涅盤 慕死罩 其他系統更新和合作系列 包含 《聖鬥時心史》 《顯蛋超人》 《歌集伊法》 和《悠遊白書》 這麼多豐富的內容 在台版有沒有機會登場呢 請繼續鎖定電玩宅蘇佩報導喔